这一段AM分析想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内地昨天的最新疫情 首先封城方面 1月23日武汉市封了很多城 包括武汉、仙徒、枝江、潜江、孝錦、赤壁、黄江等等之外 其实在2月2日杭州和2月4日温州和郑州 都分别有一些很严格的措施 例如2日才可以每一户人有一个人出去买菜 看医生都需要召唤一些当地的一些街办 去载他们去看医生的情况 再看其实疫情数字 累计是24,324宗 新增死亡65人 新增的这个确诊个案是3,887宗 全国累计死亡是490 我们看回这个由1月初开始的疫情 其实当时最初是40多宗 现在去到24,324宗 即是几何级数上升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疫情 有很多人 我记得最初最初的时候 有些医生无论是本地的专家也好 或者是内地的专家也好 都说这个传染性应该不太强 但现在看得到 我觉得这个说法已经完全是站不住脚了 当然可能那个病本身的治愈率是不低 而且死亡率可能也不会是SARS那麽高 但是我之前也有提过 这个病本身我想那个状况就是 它的传染力那麽高 无论轻症也好 重症也好 是需要很多的医疗资源 在一时间里面 见到内地那麽多的各省市的医护 都去这个湖北那里去帮忙 再加上就是说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都有很多新增的这个感染数字 我个人就担心 其实就算最后那个死亡数字不高也好 这个对于内地的民生 或者经济发展 无论第一第二季也好 都有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如果每一个病人 他们的医疗的日程 都需要以十几二十日 甚至乎一个月计的话 其实突然间多了这麽多 这些感染疾病 其实内地的防护 或者家户病房 或者这些隔离措施 是否足够呢 我自己就相当之不乐观 好了 讲完内地情之后 也讲讲香港的状况 其实在昨天就有不同的美国航空公司 都宣布了不飞香港 这个就令人担心 就算香港不封城的话 其实内地都会对我们有很多入境的限制 这个对于香港人来说 其实都相当之不利 如果我们在内地的三个口岸 现在多看两三天之后 如果仍然是有以万计的流动出入的话 其实就令人很担心 那个传染数字都会因此而上升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其实看回之前有一艘邮轮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中国籍的伯伯 他上了船之后 最后现在就 出来的结果就是 有十个人受感染 估论是否全部都是跟他有关也好 或者有一些隐形传播者 会不会也是 当时已经传播了给这十个人 不过如果照看现在的一个数字 如果是说我们看得到 在香港下了船的人 没有人有这个病征 而在船上面 在日本那方面驗出来 而又是这十个人是染了病的话 很大程度上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很简易的逻辑 就是说这十个人 可能跟这个伯伯的染病 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就算你说是一些隐形传播者也好 照计都过了十几天 如果是会发病的 都应该发病了 这样的话 除非真的有一些很确切的证据 证明是有其他的传播者 如果不是的话 就令人担心 一传十这个情况 在这一手的游轮上发生 也都令人担心 就是说如果每天有上万计的内地人口 流动到香港 我想传染状况也大同小异 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仍然是坚持 不封闭那三个关口的话 其实都需要拿一个很好的理由出来 去说服大家 去说服现在罢工的医护 最后想说一说的就是 其实那个口罩 物资 粮油 米 白货 都开始出现一些供应上面的短缺的情况 这个也是令人相当之担心的 因为我之前在一个视频里面也提过 其实这个楼梯理论就是一級一級落的 当你口罩不够的话 下一个大家抢的就是消毒入水 再下一个可能就是一些粮油雜货等等 现在确实这个状况都真的可能出现了 有没有办法可以扭转呢 我想在口罩那里 政府可能真的做不到什么 他自己昨天也有说了 特首 如果能够安定民心的话 我想政府其实短期内 应该都应该出一些很急切性的慰民措施 例如会不会就是说 在税务的缴付上面 比纳税人多一点的时间 或者退遲交税的日期呢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底下 其实人人都想资金调动上面 都有一个灵活的弹性在那里 想留一些钱在那里 说得白一点就是 因为大家现在其实 都会很担心就是说死了 如果今次的疫情是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的话 大家那个荷包都真的会勒住洗 那如果政府那个本身 那个财政的状况不是那么差 也都是有一定的盈餘在那里 说得明是要来抗疫的了 那会不会在那个税收问题上面 都跟市民共度时间呢 再者就是说 有一些没有交税的人士 其实政府也应该想一想 就是用一个比较简易的方法 尽快有一些现金的补助 因为事实上这个时候 市民在这个疫情上面 其实都挺冤枉的 用了很多钱去买这些防护的用品 这一笔的支出是很突然 而且是相当之大 对于家庭的一个开支来说 我觉得政府呢 如果真的在那个防疫物资上 帮不了手 就应该在财政的问题上面 跟市民共度时间 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这一节谈到这里